秦妍在盛前雨身边坐下 放荡不羁的脸上突然严肃起来 现太也请来了法师对付水怪 但需要少女供奉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个女孩 说到这态度突然又是一转 暧昧地凑近盛前雨 公子生得如此白净 若是女儿生可就危险了 说完也不看英里修已经黑透的脸 笑着转身走进了厨房 晚上两人便来到了秦妍说的祭祀堂 小小的一个房间中摆放着一个八仙桌 上面放着香炉和供奉的糕点 而就在八仙桌下面有个大口袋 口袋不停地蠕动 还发出女子乌业的哭声 盛前雨一声惊呼 赶紧过去扯开袋子 里面是个小姑娘 脸上戴着面具 英里修正要伸手去摘那孩子的面具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英里修一把将那孩子又塞进了袋子里 将袋子寄好 抓着盛前雨躲在了大厅后面 不留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很快一高一眼两个人 静直进了大厅来到了马带跟前 同样的叹了叹那姑娘的鼻息 然后将人从口袋里拽出来 扛上就往外走 两人背着孩子走得不算快 盛前雨和英里修便一路悄悄尾随 直到看着两人将孩子 背进了白天的那家客栈 英里修上前敲门 小二开门的瞬间一愣 二位爷半夜折返 可是有什么事 英里修突然伸手 一把掐住了小二的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少装算刚才那孩子呢 小二被掐得憋红了脸 咳嗽着说不出话 换了衣服的秦妍 急忙跑了出来 温声劝说英里修放人 有话好好说 英里修眼底寒光一闪 手上的力道在家重了几分 你若再刚下去就是死 秦妍柳眉皱进 眼中杀意尽险 咬了咬牙 一把拉过了旁边的圣前雨 将匕首抵在了他脖子上 大喊一声不二刀 随着话音落下 刚刚还弱不惊风的电小二 突然挣脱了英里修的束缚 一个扫腿弹开树米远 等他落地的时候 竟突然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 变成了一个一米八的大人 我在交成六年了 你是第一个时破我真身的人 那人长得魁梧 目光极冷地朝英里修冷笑一声 旁边的圣前雨朝英里修头去 一个眼神 英里修秦恩一声 下一秒 圣前雨身子一侧 一把抓住秦妍持刀的手腕 一个换位将秦妍压在了地上 秦妍痛呼一声 还不等反应 圣前雨紧接着一个手刀砍了下去 秦妍晕死过去 电小二惊呼一声 还没走上前 就被英里修一脚踢飞 两人互相对看一眼 英里修留在这里看住两人 圣前雨负责去找刚才的孩子 挨个搜索完几间客房 没有人影 圣前雨摸下了后 开启红外扫描 最后在一间房里的床板下 发现了三个人影 掀开床上的盖着的床单 打开里面的暗格 里面是三个年级不大的小姑娘 圣前雨心中一颗石头落地 带着孩子出去 外面英里修将电小二收拾了一对 正要问些什么 被圣前雨带出来的几个孩子 突然冲了过来 激动地喊了一声 秦姐姐刀大哥 这个反应让圣前雨一脸诧异 银杏一脸着急地解释 若不是秦姐姐和刀大哥救了他们 他们现在已经被扔进河里喂水怪了 原来秦年不忍那些孩子送命 便在他们被扔下水后 又偷偷地将人救了出来 藏在了客栈 只是银杏不会水 那河流湍急怕出事 这才连夜将人提前偷了回来 一声误会 圣前雨嘴角不受控制地狠狠 抽了一下 突然好尴尬 不过他想到了一个计划 明日他代替银杏出现在祭祀台 到时候 让秦年他们在人群里见机形式即可 天亮时分 齐洲之府珠三定根师爷立于法坛两旁 法师手中捏着一张黄符 口中念念有词地哼唱起来 之后便有两个婆子推着圣前雨往河边走 准备让他生计水怪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清爽嘹亮的声音从众人之中传来 听说神仙修炼都是为了造福普度众生 却从没听说过要用活人祭祀的 这位法师 你确定供奉的是神而不是魔 随着心里的话出口 秦年也走了出来 如今已有六个姑娘被祭祀给了你口中的和神 可是结果呢 仍有家畜被水怪吃掉 难道和神所谓的庇护就是这样吗 一句话将众人的情绪彻底掉了出来 特别是几个被祭祀了女儿的人家 情绪更是大 朱三定看人群暴乱 企图用武力镇压百姓 就在这时 英黎修拿着令牌出现 来人将齐州知府朱三定师爷 还有法师一并拿下 英黎修的现身不仅解决了现态野挤人 还获得了百姓们的信赖和感激 水怪之事大家不必担心 此次本王前来是皇上之命清除水怪 大军明日就会到齐州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英黎修的声音带着一股震慑力 几句话 大家好像吃了定心丸 变得振奋人心